出库金条 退货金斗 内外勾结 疯狂作案 暗中有暗 环环相扣 暗中有暗 环环相扣 什么情况 目前是战场高价值的 有单包过 现在被钓包了 钓包 价值多少 25万 万啊 是什么东西啊 金条 这一 那现在收件的人有多少钱 因为他收件的人就拒收了 拒收之后 然后返回到仓库 仓库之后 发现这个货没了 客户拒收有跟你们错过原因吗 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吧 这个 这个信条跟你没关系 这是快递公司 推荐收货仓的画面 工作人员打开这个包裹 信息显示 这一单是在配送的过程中被退货的 也就是说 包裹还没送打买家手上 因此包装应该是完好的 但上面的条形码 却有被拆开过的痕迹 更奇怪的是 几乎同时下单的五根金条 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随后 这一消息 很快被反馈给了快递站点 当晚 站长 快递员等一行人 跟着民警去往达浦桥派出所 一路上 民警向他们了解情况 全地的快递发现是今天发现的 今天 因为它中间要退仓 拿仓库 拆坊 对 没东西了所以才找到 据了解 这五根金条是同一个客户下单的 负责配送的快递员江浩反映 当时快递已经准备配送了 但买家临时说要修改配送地址 这位快递员就把这个件拿回来了 没拿回来 然后收件说要改地址 那我这个同事他把它拿回来 我改地址改了 下来换一个碗点 于是 江浩把包裹拿回了站点 随后转去了新地址的配送站 在这个过程中 买家却又提出退货 一番流转后 包裹最终回到了仓库 我们先做一下 既然买家还没收到货 那么问题似乎是出在了快递公司的员工身上 但江浩坚称 配送的过程中包裹是完好的 他是去桥了还是到其他地方退员 不知道 不是我这个问题是什么 什么仓货或者什么运输过程中 他什么其他问题 据了解 从发货到配送 要精力 捡货 打包 出库 运输 中心分检 到达站点 配送等多个环节 有很多业务员接触过这个包裹 但贵重包裹的所有操作 大部分都是在监控下进行的 工作流程中所有的监控提供给我们 是不存在一些就是说有嫌疑情况的 那我们就怀疑应该就是在这个配送环节 应该是出了问题的 据统计包裹从开始配送到最终退回 接触过包裹的四个快递员都有作案的可能性 那么谁的作案嫌疑最大呢 在快递员配送的过程中包裹是脱离监管的 通过监控排查有一定的难度 然而民警在设法调取收获地的监控时 发现这个地址居然不存在 收件人也紧写了林小姐 考虑到一系列不寻常的操作 这个买家显然也难逃嫌疑 不出民警所料 实名登记显示 这个林小姐的真实身份 居然就是快递员江浩的妻子 就在民警准备上门去找林小姐的时候 她在亲戚的陪同下 主动来到了派出所 她们是怎么的 您是 您是她表姐的 您是她表姐的 我听你了 我们觉得这起案件当中 快递员和她老婆有很大的嫌疑 想把这个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化一下 认为修改地址之后 把我们警方的侦查的目标性感 扩得更淡然了 出现在大厅的两名女子 一个是江浩的妻子林林 另一自称是江浩的表姐 然而还没等民警说话 林林居然先发制人 我老公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这样冤枉人家 那谁还敢出去送快递送这个东西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人家你不见了你就怪快命 对于为什么频繁下单这么多金条 然后又同时退货 林林则声称这是个人自由 她说也没有谁买 规定你说买东西我不能退啊 我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 不能说因为它贵重嘛我就不退 后续对于她的一个银行卡的调取的过程当中发现 她在涉案期间是有一笔八万元的一个转账 此外警方查询了表姐的信息 却是查无此人 更巧合的是 给林林转账的是一个叫邹敏的女子 而她就是眼前的这个所谓的表姐 发现她是居住于本市另外一个区 此前也是在电商平台上 有黄金购买纠纷申请退货的 对于民警的询问 快递员江浩终于松了口 据她说邹敏也是平台的客户 十多天前对方主动联系她 进行一笔所谓的刷单业务 就是做刷单业务 要一个那个什么环境的交易数据 但是我不确定真实的什么情况 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是给一定的报纸 基本上是属于正常规则 刷单这个东西这几年确实是比较普遍 我买满25万就给10%的那个佣金 然后我老朋友是在平台上班 我是很相信她的 于是江浩就说服妻子凑了25万元 购买了5根100克的金条 让我时刻盯着这个物流 然后它有一个退货的那个信号 就是当这个东西到达这个站点 然后我就立马开始申请退货 然后就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处费 你在收货之前 签收之前退货的话 那么这个买家呢就可以 把自己的嫌疑给排除掉 认为并不是我经手过的事情了 起初江浩也以为是刷单 直到他看到 周敏居然当着他的面 吊包了金条 吊包的时候我是不太清楚他什么情况 他弄好之后要我去改地址 他就是把那个什么条件吧 重新吹起来 然后之后让我拿好 他又弄好之后又塞到盒子里面 亲眼目睹了周敏的行为 江浩也十分意外 但面对高额的报酬 他选择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配合他完成了吊包 我真的是以为遇到贵 转了八万块钱给我嘛 然后我就带着女儿买了水果 带着她家去了 我真的是很感谢她能赚到这样一个钱 第二天拿到报酬的玲玲 又爽快地购买了五根金条 后金盒时 其中四根也被掉了包 另一根因物流延迟而逃过一截 就是说我没有卖 我没有做 反正你就咬死一句话 我占你那么多快递员嘛 因为我老公是最后一个精神 他就把他占你所有的快递员挨个场 他叫他疯战点呀 他说他们不敢冒这个钱呀 江浩夫妇俩最终都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然而此时的邹敏依然拒绝配合警方的工作 掌握了大致犯罪事实后 警方带着邹敏前往他家进行搜查 在客厅里 民警找到了几个空的快递盒 上面还贴着涉案平台的标签 没事买几个假金条都放在家里干嘛 好啊 收拾 他说是米饭里面小菜的啊 慢慢给你洗碗吃 我要去看看哪个 哪个 可以这样贴 经过搜查 邹敏家中有三根与被吊包的金条 规格相同的金属制品 除此之外 民警还注意到 邹敏的家里有一个探头正对着客厅 你家里面都有监控啊 你对 你在那边 这就是邹敏家客厅的监控 案发的两天前 拿到第一笔8万元酬金的江浩夫妇 带着孩子来向邹敏道谢 然而就在两个多小时前 还有另一名男子来过邹敏家 可以看到邹敏拿出了一叠速封包中的金条 交给了对方 随后男子对这些金条一一拆包检查 那么这名男子是谁 他又是否是这起黄金吊包案中的一环呢 由于监控没有声音 我们无法得知他们之间交流些什么 但当晚邹敏的银行卡里就多出了24万余元 警方辗转找到了这名男子 他是一家黄金回收店的老板 2021年他曾经在我店里做过一笔回收 去年9月份他微信上面联系我 说家里有一批陪价的价装 大概400多克需要回收 觉得价格没达到他的期望值 直到1月8日 邹敏再一次联系李老板 说想要出售这些价装 他打开给我看一下 在他手里我没有接触到 接下来就快递上门 就打断了我们的回收流程 上面购买的三根金条需要付款 他说他只有现金 快递不收现金 当时邹敏提出 让李老板替他支付这三根金条的货款 金额可以从他准备回收的价状里扣出 在他家里我觉得他跑不掉 当时可能也是他信任他了 就帮他垫付了 付完两笔的时候他说跟他买的不符 要求退货 所以他跟快递就发生了一些争执和纠纷 没有多想的李老板支付了两根金条的货款12万元 但第三根还没完成支付 邹敏和快递员就发生了争执 甚至还报了警 什么事啊 特买了这个黄金 买完中国退货 然后找这个马部队 我让他开门 看是不是拿错了 什么事啊 我跟我讲 我说你东西是不是拿错了 你不看吗我怎么看呢 我怎么知道你是在骚扰还是什么 检查之后他说货不对 他是想让我直接拿走的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 退货他单品还没下来我拿走了 如果真有什么事 说是我调货了那我找谁 当时邹敏态度十分强硬 他向警方投诉快递员徐师傅 不愿配合客户进行退货的操作 这是不是你给我了 这还要重新检查 看看你们什么人 什么要重新检查 你这个商品是退一键还是全部都退了 我是退一键啊 因为它是我来是有问题的 退货肯定要把东西去还给人家快递员 但是呢人家快递员上门取货 他又不愿意把东西还给别人 他又说快递员是在骚扰他 前几天也发生过类似纠 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可疑的 然而由于平台拒绝退货 李老板支付的十二万元迟迟没有拿到手 邹敏不得不把这两根金条 还有一些金饰品作为抵押交给对方 双方做了妥协 他把他的那个金饰品 还有他从屋里面再来了两根金条 一起抵押在我这里 然后欠我十多万 我先回去 事实上快递员徐师傅之所以有顾虑 是因为就在四天前 周明也曾下单过一根金条 而徐师傅还差点因此赔上五万多元 收购到付款了 然后他说他那边没有收到 然后不给我东西 是他们现实确实正在支付 没有支付成功啊 我都不能给他吧 一次是他 他自己付钱 然后他写这个延迟到账 通知说是已经扣款多少钱 让我把东西给他 多少钱才能签收掉 当时邹敏也报了警 民警核实的转账 确实为次日到账 因此徐师傅不愿交货也是情理之中 十十还是四十 四十 四十 应该我容易账都是四十到 嗯 中多钱 五万多 啊 五万多了 买什么东西五万多啊 真的 那当然人家当然不愿意给你了 通通取消 那我问你多少钱 他现在 你得打电话就给客服联系了 但是我感觉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就是他需要我听到的信息 他外面提让我听到 如果说不想让我听到的信息 他就掐掉他自己听 他是想借助我们警察的力量 一定要谨慎的处理这个事情 钱不到账绝对不能把这个东西 黄金给他 民警离开后 邹敏最终选择了退款 之后平台就频繁接到投诉 可这笔交易的投诉还没结束 邹敏又一连下单了三根金条 但由于退回的货有问题 平台一直也没有受理这笔退款 他购买的黄金是100克的 他退回去的那个产品是120克的 而且大小是没有办法放置在 商品的原包装盒那边 肯定是有问题 从送货到退货 有个十号几天吧 一直在投诉 等他又买这个金子 平台又直接给他退回了 就是不让给他送 我感觉 他肯定要出事 这之后的十多天里 邹敏一边要向平台投诉要求退货 一边又要和京店李老板拖延时间 他欠我钱 一直没退给我 400多块金条全款付给他 我的意见是要扣除掉我帮你代付的这一部分 他说你先付我全款 反正你付的钱会退给你 我又不同意 随后李老板发现他抵押在自己这里的金饰品 居然是假的 于是他就声称要向警方报案 他给我的金饰品 包括金条 他也不让我拆封 直到15号我们当面拆开的时候 发现他的金饰品全部是假的 只有两根金条是真的 直到20号 有一个穿着快递服的蓝的 送了几根金条过来 我们就拿他抵了债 郑英前两次购买金条频繁出现问题 平台锁定了周敏购买贵重物品的渠道 无计可施的他 找到了以前认识的另一个快递员 事情就比较凑巧 为什么我刚去交易 刚刚开始就快递上门 然后又是现金付不出 这种现在回想起来 每一步其实都是他设计好的 在周敏和江浩夫妇俩 进行一系列调包操作之后 不仅抵冲了欠款 还将其余金条出售 获利近50万元 正常做物呀 那些金条被我卖掉了呀 我对自己的东西 我能够对它自由支配的 我应该不需要跟别人去解释的 这一连串的骗局 看似复杂 其实并不高明 我们来梳理一下 邹敏设下的三个局 第一次下单 他想通过转账时差套取金条 第二次 他让金店老板代付货款 调包金条后 再向平台退货 前两次的失败 促使他开始利用江浩夫妇 下单购买黄金 为撇清卖家的嫌疑 他们选择在配送过程中退款 调包金条后 邹敏把金条卖给了回收店老板 套取五十余万元 据江浩夫妇俩说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 会卷入这场犯罪 直到江浩亲眼目睹邹敏调包金条后 面对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的挑战 他还是选择了与之同流合污 事实上 在接到站点通知的时候 眼看东窗事发的江浩 也曾向邹敏求助 说要想办法把金条的钱补给公司 他说他会多抵 他给我问他要钱 我要求他转让 不是没转成功吗 之前转我老公的卡没有成功 我就说他就转我的卡呗 查了可是没有钱到账 人家就说转出来 要我再等等看 事实上 这张所谓的转账截图 是通过图像处理软件造假的 时至今日 尽管证据确凿 但邹敏依然百般抵赖 我有我的用处 我不要的我都捐掉了 我需要去做过多的解释吗 应该不需要的吧 尽管 尽管如此 说起过往的经历 邹敏却突然打开了画匣子 原本他在外地的医院里 曾有着一份稳定的药剂师的工作 一直都是按照他们的医院 然后再做着工作 然后再读着书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医院 于是2016年 他辞掉了医院的工作 独自一人来到上海打拼 我一直想要自己去做一份自己的事业吧 不想按照父母的那种按部就班的 然而来到上海后 他在所谓追求梦想的路上 似乎越走越偏 甚至到案时 他还处于几个月前 另一起盗窃案的缓刑期间 可能您觉得我是在为自己 在找一些托词 我不能托词说 这个案子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毕竟是个金手的人 个人经历啊 包括家庭情况 自处自己目前是挂置在 我市的一个三家医院 我们进行了一个查证 全部都是虚假的 他们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收入 周敏或许也不清楚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成为了如今谎话连篇的模样 他所编织的谎言 就像一张无形的网 将自己牢牢困住 难以脱身 我做一些法治的报道 我能作为一个典型吗 我需要对这个过程 然后去进行毁罪 以身说法去对世人去警醒吗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敏江浩 应涉嫌诈骗罪 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零零被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我需要给这些报道 我需要你回头 我需要你回头 感谢观看